但在中醫的角度,怎樣去看脫髮這個問題? 很多脫髮的病人都伴有一些XXXX的情況 但很多人就認為先天恩術是沒有救的 但在中醫角度來說其實是不一定的 其實中醫角度,我們要去醫頭髮 有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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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有时候好像觉得不西医 很难去搞 很难去处理 但是在这些疑惑或者困扰方面 中医可能帮到你们 今天在我身边就邀请到 中医师徐澤昌博士跟我们讲解的 Hello Hello Karen 你好 其实我有些朋友 其实说真的都是我近一年多 30岁左右 间不时都会听到一两个就说 开始有脱发的问题困扰 就是可能发现后疑 又或者突然之间所谓俗称的鬼剃头 当然年纪越大又出现 脱发的问题可能会越多 但是在中医的角度 其实怎样去看脱发这个问题呢 其实头发是我们中医望闻闻尺里面 望着一个都比较重要的准则来的 有时候我们会看回她的岁数啦 可能譬如说她只有二十多岁而已 或者三十岁左右 都仍在一个成年壮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如果看一看她的头发 发现她的头发可能很少稀薄的话呢 那其实可能某程度上呢 反映她的身体是有些问题的 是 但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当然都要透过其他的望闻闻切啦 可能去把脈 再问清楚她的病情去找到什么原因啦 那所以其实头发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那在中医的角度呢 我们有一句说话呢 叫做有珠内必凝于外 嗯 就是说呢 我们身体里面的内部的脏腑的健康呢 其实会反映在你外在的一个外形上面的 是的 那所以如果你譬如说在头发上面 你发觉呢 自己可能突然间脱了很多哦 你明明很年轻 或者不要说很年轻了 或者去到某个岁数 突然间头发脱了很多出来 那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警号来的 是的 就告诉你听你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了 是的 但是身体出了问题呢 就是内在的问题啦 会不会是体质 还是本身遗传 可能我爸爸妈妈本身头发都薄的 那我就薄了 那就脱得好像很正常 其实是什么呢 是 那当然啦 先后天的因素都有啦 先天因素呢 可能就是跟她小时候 可能一出生的时候呢 已经是头发偏少了 又或者可能有家族的遗传性呢 那这个呢 其实都是属于一些的先天的因素啦 但是呢 很多人就认为了 先天因素是没得够的 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呢 其实就不一定的 是的 在先天的因素 如果你先天是不足的话呢 只要你后天是调补得好的话呢 可以减少头发的脱落 亦都可以改善头发不够的情况这样的 是的 所以如果真是 先天可能自小头发小的朋友呢 都不用说太灰心 是的 有些其实未必真是家族的体质在遗传中的 也可能呢 他小时候呢 父母可能又不太懂得怎样照顾他啦 他又食无定时啦 我其中有一个病人呢 就是他从小到大呢 都没有吃早餐的 是的 是的 然后呢 从小到大都 就是他家里有 就是他没有怎样给一些有营养的去吃啦 就可能是很喜欢喝一些冬的东西呀 可乐呀 或者吃一些没有营养的食物呢 那令到他的身体营养不足 或者脾胃受损呢 那所以从小到大都是头发很少啊 或者去到某个年龄就脱好头发 是的 所以这些长年累月的累积呢 其实一方面可能是他从小到大造成的体质问题啦 另一方面呢 跟他生活习惯的关系 是怎样呢 是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呢 如果是要知道他的脱头发的原因呢 一定要问得很详细 是的 那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但是是不是多数 例如长期脱头发呢 我刚才听到你讲 说 营养不足 脾胃有问题 是不是通常都是脾胃的虚啊 是的 是的 脾胃呢 在临床上呢 其实也是很常见的 很多脱头发的病人呢 都伴有一些脾胃不良的情况 譬如说 他们很容易胃痛啦 接着呢 吃一点就很容易饱滞啦 甚至本身有胃病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脾胃在中医角度来说呢 叫做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是的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的脾胃受损的话呢 基本上你都不可以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产生足够的气血去供养你的头发 从中医角度呢 其实呢 头发有几句话的 就叫做 肾 其华在发 还有呢 发为血之余 是的 即是说呢 当我们的肾 如果是很弱的时候呢 其实头发当然是都不好啦 因为肾 其华在发嘛 那发为血之余呢 就是说你的气血够不够了 那如果你的气血不够的 头发自然就会脱了 嗯 那例如 如果按你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他自小可能一些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令到他本身的头发都稀薄 然后继续再脱了头发 那在这些情况 我们怎样调理他 令到他头发重现这个光芒又谋盛了呢 其实中医角度呢 我们要去医头发呢 就有内治法和外治法的 那内治法呢 就是调整他的撞腑功能 那如果刚才我们提到 譬如脾胃很弱的人士呢 那我们就会跟他健脾啊 或者跟他做针灸 做艾咎 促进脾胃吸收的功能 那其实我经常都会形容 就是给那些病人听 就是说 我们的脾胃就好像泥土那样 在泥土里面呢 你要施肥才行的 是的 是不是 你要令到那个泥土呢 有足够的营养 去供养你的五臟六腑 你头发才会漂亮 是的 所以有些病人会说 你这次有没有开荷守乌啊 有没有开什么什么药给我 是的 我经常都听的嘛 是的 就经常说 我吃的那些就一定会成功了 但问题就是 其实你如果 我有另外一些比喻就是 如果你的油缸是巴士 我给法拉尼的油你都吃不了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现在首先要帮你的脾胃升了 是的 将你的脾胃提高了去 变成巴拉尼先 是的 那我们再给一些漂亮的油 才可以让你吸收到营养 你的头发才会漂亮的嘛 哦 所以我们医头发呢 其实就不是只是在局部去医的 就不是只是跟它做头皮上面的治疗 而是我们是要整体去看它 究竟五臟六腑里面 哪个部位出了问题 嗯 可能是肝的压力引起 就是喜欢肝气屈结 压力性脱发 又或者可能是脾胃虛弱 个人容易暈 容易累 怕冬 如经失调 如经量少 那种脱发 产后脱发 是的 又或者气血虚弱 或者先天腎虛 或者定是去到更年期之后 一些腎虛肝腎不足的脱发 那其实臨床上是要很多不同的类型 是的 是很复杂的 和另一方面也都会是错综复杂 就是说它们是会兼夹的 嗯 就是譬如可能更年期之后 再加上有气血不足的情况 都会很常见 哇 所以你是要一个偵探 这样抽屎剝隔 没错 没错 哎呀 Roy 我真的很想请教 真的我身边有朋友 是突然之间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之间是一粒粒的脱发 男女也有的 是的 其实中医又怎样去理解呢 那这些呢 其实比较常见的情况 就是我们叫右蜂 嗯 就是现代医学叫斑肚 就是它突然间出现在头皮上面 就一个个洞 好像有些钱币 就是好像有些银子那么大 是的 突然之间脱得很紧要的嘛 是没错的 你会见到它那个位置 是没有了一块头发 是 然后就滑绿绿的 是的 表面上又不痕又不痛 甚至乎你自己都不知道 是 然后呢 可能你要去剪头发才知道 嗯 因为那个发型师见到之后 告诉你 或者可能你身边的朋友 看到 咦 为什么你有个洞在头发 是的 是的 这个时候才发现的 那么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我们都是要透过辨证论治的方法 但是大部份呢其实都是属于 可能有一些 气虚弱啊 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啊 压力大啊 或者是经常夜睡的人士 哦 是的 那么有这个游风 或者叫鬼剃头 是的 基本上都没有分年龄的 我试过最小的病人 是只有十几岁的 是的 十三四岁的 哇 看来他的压力很大 真的 呃 又不是哦 是的 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不会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中医来说 我们要治好病人 就要知道他为什么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中医就是要审证求因 因就是那个原因 那么我们就要针对这个病因和病肌 去作出一个针对性的治疗 是的 那么当时呢 其实我发觉他有脾胃虚弱的情况 濕气很重的 那么他吃东西呢 那方面其实都是胃口很差 那么接着呢 就有一些夜睡的习惯啊 还有个人呢 永远都是 他来看我的时候呢 永远坐不直的 就是个人呢 其实永远都是很不够气 很难是 即是很不够力去支撑个人的 是的 那么这个其实在我的辨证来说呢 就是属于一些可能脾胃虚弱啊 气血不足的情况 导致呢 所以他才有这个 鬼剃头的现象 嗯 那么这个治疗之后 那当然都可以了 跟他多长一些头发 但是我都会建议回去呢 其实就是可能之后呢 在饮食上要留意一下啊 早一点睡啊 平时要捉弃的运动啊 放松的情绪等等各方面 但是有没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可能本身 弄少少一搭这样 那如果就是想着 他慢慢好起来拖下拖下拖下 会不会有机会呢 变成真的弄弄了这样 样子那么严重的呢 那是会的啊 因为呢 在我们斑弄的情况呢 其实一开始就可能几个洞 但是呢 如果当你不理它 或者是可能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呢 它会变多的 变了呢 可能就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的地方有脱头发了 然后再慢慢慢慢变 就会变成全弄 这个全弄呢 就是整个头没有了头发 然后再演变下去呢 会变成普通 这个普通呢 就是全身的毛发都没有了 包括眼眉毛啊 翼毛啊等等 或者脚毛啊 全部都掉下了 蛤 是的 那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一点 但是呢 都不是没有办法治的 在中医角度呢 我们都是用辨证论治的方法 找回它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压力大 情绪啊 或者是因为饮食失调 逐样逐样和它改善 都会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的 有没有试过有 病人真的在这些情况呢 有的 很开心的 看到它的头发开始 把毛发生出来 是 它由全身没有毛发的时候 看到它的头皮开始 有些毛毛毛毛毛的 把毛发生出来 其实看到一条就已经很开心了 是的 看到一条两条三条 然后慢慢慢慢就生出来 其实会很开心的 但是这个过程大概多久 给大家一些希望的希望啊 不如 一般来说呢 如果在我自己本人的臨床上所见 其实一个月的效果会比较明显 当然我们在说不是全身无法脱落的那种 全身无法脱落的那种 需要的时间 可能是几个月或者半年以上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说是普通脱发脱头发的时间 以我自己的臨床所见 大约一个月至三个月 效果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哦 那也还好啊 不过呢 其实我们经常有很多人 有自己脱发问题 其实他未必会自己去看医生 或者是找医师的 可能是想着自己处理一下 那坊间呢 其实上网呢 有几多林林中的方法 可能那些人首先第一样东西 换一下洗头水 跟着开始就觉得 咦 都不行啊 这样就会用些什么擦拔地 什么生姜磨一下头皮 其实呢 有很多这些的 嗯 是不是叫旁门阻道 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形容 有没有一些谋误 或者可以和我们拆解一下 是的 是的 其实呢 看到网上的一些偏方 是的 又用那些酒精啊 白蘭地啊 又用姜啊 蒜啊 去拆个头 其实目的都是想促进个毛浪 或者头皮的血液循环 但是这个仅限于外治法 就是我们中医医头发 就千万不要只用外治法 而是要内外兼治 就是内部的状况要够强壮 还有调整好它 然后你外在才会有一个 就是生头发的情况 然后你再刺激局部的经络啊 或者毛浪令它刮了头发 是 还有呢 如果当我们用一些可能酒精去刷头的时候 有机会可能损伤头皮 另一方面呢 就是如果你的头皮本身上面 可能有一些伤患啊 或者有些皮肤的疾患的话 用这些的方法呢 其实可能刺激得它更加厉害的 是的 但是呢也不是说不合理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生姜啊 生蒜啊 对于一些是比较 就是我们如果中医辨证来说呢 可能是一些气血不足啊 或者头皮上面是白了 直接是好像没有血到的那种类型的一些斑匿的话呢 如果在医师的辨证论治指导下 他叫你去 他觉得你是对的的话呢 其实都是对的哦 哦 是的 但是观众就千万不要自己试 不要自己试啦 是的 不要自己试 因为这些方法呢 其实要辨证给它准确 用才有效的 明白 是的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呢 就是一些可能本身稀薄的头发的朋友呢 他会更加镜着自己 不想梳头 因为一梳就会脱头发了 但是如果听你这么说 就是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那又应该要梳多一点的 其实应该怎样呢 其实梳多和梳少呢 最重要是看下你本身的需要在哪里 那正常来说 如果我们健康的人呢 其实是怎样梳都好 头发都不会那么容易脱的 或者可能梳一梳去脱几条 脱很少的而已 但是如果对于本身头发已经很少 很稀薄的人士呢 就不要不停地去梳了 是的 本身头发很少的话呢 我们就不如用我们手指去试试 按摩一下头皮就算了 就是我们用手指这几个位置 我们叫指腹这些位置 就拿着头皮 就是这样摆在那里 然后慢慢轻柔地去按 我真的想起那个往上drift头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那个drift头的动作 可以这样按摩一下头皮 或者轻轻地敲打下头皮 这样 这样很舒服的 对了 敲打下头皮 这样令到血液循环改善就可以了 因为本身如果你的头发已经很脆弱 你不停地去刮脱这些头发 那其实可能还会脱得比较多一点 是的 但是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 我们如果是保健的方法的话呢 用一些木梳去梳头 或者用五指为梳去梳头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的 嗯 明白明白 所以大家要注意啦 保护自己的漂亮头发呢 其实可以用多一些这些方法啦 是的没错 还有万一真的有脱法的问题 不要收起来就收起来啦 找医师帮忙啦 好了 今天多谢Roy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啦 拜拜 拜拜